目前打時空一項你要撐到150以上 比較保險 因為時空一項的那隻八風車他的抗爆是很高的 爆擊量都已經有點... 那我慢慢的逐一拆解來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目前的配置怎麼樣去做配置會比較好啊 好久不見啦 沒錯我又上頭了 這次的新祈願啦 八十抽兩金 請看VCR 你以為我會上頭嗎 不可能 停了 喔金了 三劍 三劍 劍啦 可以可以可以 欸八十有兩劍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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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因為大家一直在問重複的問題啦 那我前面一直有跟大家分享過非常非常多影片嘛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說 對於齒輪啊 附魔啊 等等的啊 裝備啊 有的沒的 都跟大家講過 沒關係 我重新再講一次我目前的配置 跟我目前的面板 我目前面板是長這樣子 還沒加料理之前 那首先呢 在面板這邊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對於爆擊來講的話 以目前打時空一項 你要撐到150以上 比較保險 因為時空一項的那隻八公車 它的抗爆是很高的 你會發現你的一些寵物在打 爆擊量都已經有點不太夠了 那我慢慢的 逐一拆解來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目前的配置 怎麼樣去做配置會比較好 武器來講的話 目前應該是問題會最多人 因為黑蛇那個已經不是新聞了啦 以目前的烏勒爾 如果我們決定這一把弓箭的鳥弓來講的話 鳥獵 武器黑蛇決心滿大於一切 因為你的二連擊呢 10月14號的時候 這部影片之前的前一天 第28天的時候 我就已經打到黑蛇卡 那時候我就已經有做測試了 13號的時候打到 那邊我就有去做測試了 那我們有測試到的是 黑蛇他打出去 有爆擊 打出去的那一下呢 他是會爆擊的 而且他觸發你的鳥 所以說黑蛇卡為什麼會大於一切 就是因為 他會一直頻繁的去發動二連擊 然後去讓你的鳥一直衝 那你鳥衝越多次 你的陰衝就會越多 那個到很後面的時候 黑蛇卡才會替換掉 那為什麼說烏勒爾的決意 跟鳥獵 黑蛇卡目前是大於一切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那我這邊也有數據可以去佐證 像是我們這邊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以這個數據為講 這個是我們工會裡面蠻強的鳥獵 然後他是用了一個雙覺醒的黑蛇 那這邊的話呢 我跟他是同時打的 打出去的傷害量 他打了十億八百萬 同時能夠打了十億一千萬的傷害 差距會比較近一點的原因是 因為我的大體型 增加的傷害趴蠻高的 因為我的米洛斯有稍微覺醒的第一階 還沒第一階啦 但是有先升滿的攻擊 然後我有放上虎王的那個手禮卡片 藍色的 然後我有穿上至近偵探 也是加大型的趴附的傷害 然後我有另外放上了惡魔種族卡 基本上也是快全滿的差五趴而已 因為我沒有十張多餘的 所以這個傷害是滿接近的 那對於打中型 因為我目前礦工卡打了75%還沒達到 那以中型來講的話 打出去的傷害量 我跟歐比奈的傷害會差到一億多 因為我沒有礦工卡 然後他是雙覺醒版的黑蛇 傷害量會輸他滿多的 所以我會說黑蛇卡絕滿 是目前烏勒爾絕翼的傷害最大化 像是我們另外一公會的夜未央 他也是轉了獵人 然後他轉了獵人呢 他也是用雙覺醒版的黑蛇卡 他的傷害量高更多 所以黑蛇卡是大於一切 但是大家要去想的一點是 黑蛇卡在你們伺服器 一張卡騙多少ZB 這個會影響蠻大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無限上場去標 你一張標了60萬Z 70萬Z 80萬Z 然後你把它絕滿 到時候你會變成 然後你會覺得說你虧掉這些ZB 你覺得不划算的人 你就不要再用黑蛇卡 你就乖乖的還是先用萬用卡 萬用卡的話就是體型卡跟種族卡 因為你後面轉派器 像100等之後可能換了紅色磁輪 有紅色磁輪 你開到了風格之旗 開到紅色旗 然後你可能轉瑞車換大蟹狗 或者是你在一般的時候 你換上了蠻魚弓 發現蠻魚弓 PVP好強 也不太需要靠那個黑蛇卡的時候呢 你就會變成體型卡會比較強一點 這個是差別 所以大家在換上黑蛇卡之前 你可以先去想 但是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目前台服的等級開放有點久 所以說你可以耍很久 所以如果你一張黑蛇卡ZB 可能只要30-40萬Z 因為我賣了兩張 第一張賣了40萬Z 第二張黑色賣了42萬Z 所以我總共黑色卡大概在40萬Z左右 點多第一點可能會到30幾萬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一張黑色卡 可以在20幾萬 30萬 40萬 入手的伺服器 你可以考慮 因為會蠻強的 到時候拆解下來 你甚至把它做一些分解啊 等等的啊 點多就虧掉了可能是40萬Z那些 因為目前爛卡 紫卡 分解 要搶到大概也是20萬Z左右 所以你再這樣去推穿下去就知道了 那體型卡跟種族卡最近 也是蠻多人在問的 首先要去思考的一點就是 你的種族卡有沒有絕滿 因為你種族卡絕滿的話 會影響到你的物理傷害趴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在覺醒的部分呢 它會影響到的是你的物理傷害趴 所以今天如果你一張米露是完全沒有覺醒的 也就是你沒有去加到任何的物理傷害趴的時候 你只有單純的加你的體型趴 只有加了8%體型這樣子 那如果你換上了兩張 譬如我們打惡魔 你換上了兩張海神絕滿的 你等於是足足夠了5%的傷害 所以你可能放了兩張 米露是跟兩張絕滿的海神 那當然是兩張絕滿的海神比較痛 然後或者是哥布林啊 這個也是種族卡 所以你換上這種卡片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到一點 就是你有沒有絕滿 應該也不會很多人 會去絕到第二張種族卡啦 通常都是絕一張而已 因為我們都是能省則省嘛 所以萬用卡的話 還是載於種族跟體型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這個時裝裡面有一個 對Boss魔物傷害這個 這個我之前有爬文過 他是以艾如出現來講 體型大於種族 大於屬性等於 對Boss傷害增加 所以他會放在最後一格 也就是說你換上他 你的傷害量並不會高非常多 這個在抽奇緣的時候 就有跟大家講過了 所以這個也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武器卡我們提完了嘛 投資卡呢 我是放上比較平民的藍夫卡 那投資卡的話 你可以換夢魘卡 也是加敏捷的 披風的話呢 我是放了獸人銀額卡片 那換一些其他的一個 俗性減免傷害的卡片 或者是說你要換上 九尾狐 龍鷹卡片等等的 都是一個選擇 那投資的話 就是首領卡片 這個不用說了 在盔甲的話呢 我自己是有兩張 一張是 倒風卡片加敏捷的 一張是 脫離卡片加幸運的 然後另外的話呢 你可能會放上一些轉組卡 像我的話呢 是有隨族卡 但是帕撒娜我沒有 我沒有火屬卡 那火屬卡現在也還好 因為現在幾乎沒有到很痛了 那或者是說你要放上了 或是你要放上其他的 卡片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是補敏捷啦 然後鞋子的話呢 我是放上馬勒道通 就在很早很早很早的影片 就是剛開放卡片絕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了 我這張卡用到現在 因為非常的香 那你換上狂暴野貓啊等等 都還可以 後面會有魔力套哦 所以我自己是有 稍微留下 木乃伊群卡片 因為這張卡片 是會加你的魔力上限 魔力套很需要魔力 這張卡 我是有稍微留下 但是我還沒有特別去搶啦 可以跟長期來關注 我影片的觀眾 稍微透露一下這一點 然後飾品的話呢 我目前是用上了 喜愛海盜 跟潔若米 那你會發現到 我一張卡片 故意不覺醒 因為呢 還有很多卡片可以替代 那我這邊 這一張也是沒有覺醒滿 那因為我前面都是去 撐我的暴擊 跟我的物傷趴 那以集體夠的人來講 你的暴擊也夠的人的話呢 以目前飾品最強的卡片 會是哪一張 會是這一張 因為我們目前都是走 平A嘛 所以 迅捷螳螂 敏捷加一 然後賞賴趴 還可以覺醒上去 這張卡是最香的 其次的話呢 會是犬妖 升到滿 它會加你的物理傷來趴 這張卡片 會大於我 目前是身上差的什麼卡 但是這張卡片 也是要絕滿 它才會有那個效果 這個 我們伺服器的 丁丁有測試過了 就是白鬼老闆 他們那個體系的 好幾百萬課長 然後白鬼老闆是千萬課長 這個 也是因為這些大課長玩 然後我才知道的 我會是分享給你們 我會是跟他們說 他們測試的 因為他自己就有測試犬妖 在很早很早之前 所以這個也不是新聞 但是有些人還不知道 沒關係 分享給大家 然後 實裝的部分呢 在奇緣的影片 就跟大家提過了 那我們就說到指輪的部分好了 指輪的部分的話呢 以現階段來講 紫色雙技會是最好的 所有的 指輪都放紫色了 為什麼呢 這邊跟大家講 紫色雙技的話呢 你們目前要去核 你們不要求金啦 金色要雙技才會強 金色單技真的沒有比較強 主要的技能有幾個 我們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 獵鷹技術注入 然後呢 獵鷹標記 集中精神 動態管理模組 餘鷹 以憑A鳥P來講 這五個是最主要的技能 為什麼 因為暴擊 你要輕易撐到150 去打什麼東西像是非常難的 所以餘鷹非常的重要 然後另外是加你的攻速的 那集中精神為什麼我列為主要 因為集中精神會加你的 新神鄰居40% 也就是 新神鄰居會帶給你 10點的靈巧 跟10點的敏捷 加了40% 就等於是變了14點14點嘛 非常好理解 然後標記的話呢 會增加你遠程傷害 這個是可以疊的 打小怪的話也是可以疊的 打不同單位也是可以疊的 然後這一個 注入的話呢 就是增加我們鳥的一個%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是旗刺 旗刺的技能的話呢 像是 元素健共振 夜守法則 但夜守法真的是蠻旗刺的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跟大家提到 在你的面板裡面的 種族體型等等的傷害% 越平均化傷害會越高 然後消消之眼 會增加你的物攻 表攻越高 你打出去呢 鳥的傷害也會越高 昌雲專注 這個 那其實這個還好 效果沒有很顯著 然後物理攻擊 也會增加你的表攻 波長征服 這個很多人搞不清楚哦 他寫的是非異常狀態 什麼是異常狀態 也就是DOT傷害 賭啊 燃燒啊 持續性的傷害 那叫做異常狀態 那非異常狀態也就是說 你的物攻和魔攻 所有的一切都賺 殘忍 讓你剪尾刀人 然後嗜血 打關會變得比較有效率的 這幾個是騎士技能 我主要是覺得 開前面那個會比較好 然後很多人在問 欸為什麼我要放這個烈鷹青蛾 因為我目前沒有其他層 而且我已經把他裝上去 我就想要把他的鬆蜜用到完 我再換 我是可以把他換掉的 我會換集中精神 那這個 異常狀態我有測試過 以我目前的表攻 大概是4000多嘛 那以4000多去算的話呢 大概有裝跟沒裝的傷害值 大概是幾千幾千在跳而已 所以傷害量差距沒有到非常的大 當然你後面可能到了 表攻1萬 那就差多了 1萬的話呢 你算這個14%下去 你所有的鳥的技能 加14%下去 那就差很多了 可是你後面會叫本鳥力嗎 不曉得 好 神尾的技能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講褲某 有尖銳當然是尖銳好 但是尖銳真的還是要看自己的機體 因為以某一些像是主武器來講的話呢 他會有六尾屬性 你如果能夠刷到 3槓全部都是你要的六尾 會加非常多耶 因為譬如我現在20幾等 我的敏捷是加6這邊 你一直刷不到尖銳 沒差 反正我刷到3槓敏捷加6 等於是我加了18點敏捷 我又可以省了很多敏捷的點數 然後幸運或靈巧 他的效益呢 其實也不錯 所以你不用硬要求尖銳 當然有尖銳是最好的 然後鳴攻 鳴攻這部分的話呢 有些人問說 我自己測試有差的 這個我沒有很確定 因為我沒有去把它砂把去測試 因為砂把去測試就是等於 你要再附到另外一條沒有的屬性上 然後去看 我沒有做這個測試 但是我自己使用下來 我是覺得有差 我個人是感覺有差 但我這個就看有沒有其他 你知道就可以補充一下 然後另外是幸運這個 就是防具的部分呢 有刷到幸運也可以留幸運 現在像我防具 基本上部分我都是留幸運的 然後85等之後呢 飾品是可以附魔的 那飾品的話呢 在附魔屬性這邊 最好的還是物攻趴 那如果有在打PVP的人的話呢 有附到PVP也是不錯的 所以物攻趴跟PVP都可以 然後你的六位屬性那些 都還蠻高的人的話呢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你的 附魔屬性這邊刷成攻趴 把你的攻趴 直去的再堆高 堆高之後你的鳥也會更痛嘛 因為你不缺敏捷 不缺幸運了 在機體一定夠高的人 可以慢慢的推你的物攻趴 然後至於這個要不要去鎖定 基本上我是建議大家不要 因為他才會往上繼續上學 所以往上繼續上學 你可以慢慢刷就好 附魔大概是這樣子的 經驗的話呢 武器一定是優先的嘛 再來就是飾品嘛 飾品完之後呢 就是斗篷跟盔甲 最後才是鞋子 這個我在 之前也沒有跟他講過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照做吧 影片上都有限 我不能再放這個東西了 到最後的最後的話呢 就是裝備上的一個敏增 敏增跟目前的黑壺下面 他這邊有寫到 每20點的敏捷 會加你的攻速1% 這個其實大家以 文字上的敘述的話 會覺得說 100點的敏捷 如果變120點 多了20點嘛 那是不是做1%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他那個好像是用沉的 那我另外會做一部影片跟大家講 如果拉一個表情 然後就是給大家看一個比較的 但是套用進去的那個 沉把的那個數字 我目前還是沒有算出來 但我就在另外一部影片 再跟大家講 最後信用這個部分呢 大家稍微要去做協調 就是說 鳥衝 閃電衝擊來講 沒有到100%的人 都不算100%鳥衝 即便你撐到50% 60% 70% 80% 沒有到100% 都不算100% 尤其是有放上黑色卡的 你一定要能夠撐到100% 因為這樣子你黑蛇每次觸發 他就每次必定會衝一次 那要怎麼樣去看呢 很簡單 武器這邊的話呢 他原本帶給你的被動觸發機率 會提升5% 然後每5點 幸運呢 會額外增加你的%數 再來呢 你的技能 閃電衝擊 他原本就帶給你5% 每3點 幸運會增加1% 以我目前的機體來講 我的話呢 是 幸運69加98 然後呢 我本體的 技能有5% 我的裝備有5% 加10% 那每3點 跟每5點 都會增加1% 我的69 加上98除於5 會多了33.4% 然後 69加上98除於3 會增加 55.6666666% 那我55.66% 加上我的33.4% 會是89.0666666% 然後再加上我原本的10% 集體 武器 跟我的技能的 加起來會是99.06% 那這時候呢 我只要再補上1% 我就等於是100%了 他的堆疊算法 大致上是這樣子算 所以你們可以 自己去評估一下 你要怎麼樣去衝到你的白充 除非我今天誤會了這一槓 觸發額外提升 每提升只為幸運國運 除非這個不是增加1% 但是 文字上的敘述應該是這樣沒錯啦 如果我有錯的話請更正 我目前用下的話是這樣 我只要吃一個幸運料理就100%了 那這部影片的話 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目前到80幾等之後的一個所有的配置 然後幫大家整理一個藍人包了 所以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那如果有怎麼樣的 講錯的地方 或是有什麼需要分享的 還是普通的 大家請記得留在下方 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點 不是訂閱 是 遇到廣告 請幫我看著5秒鐘 謝謝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